来 爸爸 这个玩具太好玩了 我最爱爸爸了 爸爸也爱卡卡 好好好 来 爸爸 宝宝 来 爸爸 宝宝 来 来 来 我乖子 对不起 老朱 你这回离婚花了多少钱呢 别气了 我总算是明白了 有一句话怎么讲来着 说爱情是艺术 结婚是技术 这离婚哪 是算术啊 我跟你讲啊 在一起一天牵手上街的 那是一夜情 在一起一年牵手上街的呀 那是恋情 在一起五年牵手上街的 那是感情 在一起十年牵手上街的 那是亲情 在一起三十年后 还能一起牵手上街的 那才是爱情 我说你这个女人 是为了今天同学聚会 为了一晚上祝福短信吗你 好 真够贫的 靳如 我到那边去喝点水啊 好 你小心点啊 你们先聊 好了 怎么样最近好吗你们 脑烟的最真 没事吧 徐蕾 新蕾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这是谁啊这是啊 这是徐大老板吗 我可听说你不回国了呀 他就算来了 肯定也不是来看我们的 而是来看他老亲的 杨心蕾的吧 是不是 你这么喜欢给人惊喜啊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惊喜啊 我当然喜欢 我意思是啊 你刚从国外回来 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大老远跑到机场来接我 太辛苦你了 我就知道你心疼我 没关系啊 时差还没倒过来正好 我啊 那我就会见天百倍 一个人怎么睡得着 小徐啊 我今天忙了一天 累死了 我估计啊 我挨着床就会睡着我 哎呀我不管 你陪我说说话也行 来来来来放开放开 万一我没看见他 看着看呗 管他呢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欢迎回来啊 谢谢 新磊 你比大学的时候 更漂亮 也更有气质 哪有啊 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 还谈什么气质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你呢 老婆孩子回来了吗 他们怎么样啊 我一直单身 跟你分手之后的第三年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 可是临到结婚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她并不是 我想与之百度偕老的人 所以 就分手了 是吗 这样 真是很遗憾啊 更遗憾的是 我想跟她一起走到老的那个人 现在 却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 来 新磊 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 从第一次心动 一直到永远 徐勒 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 陪你跳第一支舞的人 不见得 会一直陪你到最后 那天我们从明晨度假回来 你老婆又没问你什么 没说 怎么了 难道她没看到那个安全套吗 应该不能啊 还是她看见了眼妆不知道 没想到这个家庭主妇 这么沉得住气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谢谢你送我回来 咱俩之间还客气是吗 那我先走了 你慢点开车啊 那你早点休息 再见 拜拜 新磊 还有事 这个城市 我已经离开很久了 很多地方 也已经陌生 这次回来拓展业务 可能有些地方 需要你的帮忙 到时候打电话给你 你愿意帮我吗 我当然愿意帮你 只是 就是 我就是个家庭主妇 我能帮你什么呀 这个你放心 我说你能帮我 就能帮我 那好吧 有什么我能帮他上忙的 就给我打电话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拜拜 回来 回来啦 你吓死我了 自己家里怕什么 你不说明天才回来吗 怎么悄无声息的提前回来了 我刚才一进门看家里灯都亮着 我还以为进贼了呢 明天公司有事 临时改了行程 我这样穿是不是很奇怪啊 不奇怪 很漂亮 今天什么日子穿得这么隆重 今天是我同学聚会 本来我都不想去 静如飞拉着我去 我就把儿子送到我妈那儿了 同学聚会来了很多人吧 是啊 基本都来了 怎么了 没什么 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去换吧 你那个前男友 是不是也来了 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我刚才就想帮你整理行李呢 那你都收拾好了 我出差的地方特别地热 衣服上全是汗丑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先放进来洗衣机 那我等会儿帮你搓一搓 其实你不用来接我的 我自己打车去会场就可以了 怎么了 是怕被你老婆看见 还是怕同事说闲话呀 我说你今天说话怎么那么不顺玩 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呢 我那是生气吗 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吗 我一直忍着 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所以我体谅你 知道你的难处 我并没有让你现在承认我们的关系 可是你呢 你居然当着你老婆的面 装不认识我 小雪 对不起了 让你受委屈了 我一直想去云辰的绿岛 可是之前你就一直忙忙忙 小雪 你看这样行吗 我在你出国之前 一定带你去一次绿岛 可以吗 真的 那是真的 现在就定时间 好了 小雪 别生气了啊 我最喜欢你了 转心开车 累死了 老公 你这才回来 怎么后天又要出差啊 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英辰的案子比较重要 我必须得去 去几天 短则两三天 就长不过一星期 老公 你当时从技术转销售 我还挺支持呢 现在后悔了 算了 知道你工作辛苦 去换衣服吧 好啊 这小三儿的车可真不错啊 这肯定棒的是个大款 请问您是洗车还是做保养 洗车 谢谢 好的 小姐 欢迎光临 洗车呢需要点时间 您可以到休息室去等候一下 好 洗车呢 马上要出国培训了 走之前准备去云城绿岛 好好休养一下 放松放松 我还能和谁啊 高明伟呗 好 一会儿去看您 拜拜 小姐 美女 我看您啊特别的眼熟 您应该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了哈 是这样子的 我们店里面啊最近有一些优惠活动 要不你留下联系方式 回头我给您发短信 行 我给你一张名片吧 谈许 怎么了 没事 我有个中学同学啊 他也叫谈许 好巧啊 我去帮你洗车啊 你干嘛呀神秘兮兮的 你干嘛呀神秘兮兮的 大姐啊 我有很严肃的事情要找你 你的世界里还有很严肃的事情呢 是 借钱 不行 不是我不借你 是妈跟我说了 坚决不让 我帮不了你 大姐呀 我跟你之间的事情 真的就只有借钱了吗 你别闹了 我真的有很严肃的事情要问你 姐夫去哪儿了 去几天了 什么时候回来 你必须要老实地告诉我 你姐夫 他去云城了 今天晚上回来 怎么了 你有事啊 云城 真的是云城啊 是啊 怎么了 来 你好好看看这个手机里的照片 还有这个名片啊 我多么的希望我是听错了呀 可是我真的 亲耳听见的是高明伟三个字 这个女人还说啊 去什么云城的绿岛度假呢 你好好看看看看 居然 是她 她和明伟如果认识 明伟那天为什么 装作不认识她 你看看这个女的长得啊 就是一张狐狸间的脸 一看啊 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真的不上去了 你确定吗 我爸妈可都不在家 算了 我们俩干柴烈活 孤男寡女 上去肯定要干坏事的 坏事 你这几天干的坏事还少吗 多一次也无妨啊 不是 你也知道 明天大老板来开会 我可不想 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打瞌睡啊 好吧 我这次就原谅你了 可得为我好好保重身体 听到没 听到了 那我走了 你也早点休息 要想我啊 随时都要想 随时都会想你 吓死我了你 怎么神出鬼没的 怎么样 腿好了 好多了 行 边走边说 什么 你在搭行给箱里 发了一个安全套 对啊 你怎么想的呀 我怎么想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男人是怎么想的 什么意思啊 男人看到漂亮女人 通常都会喜欢 所以男人喜欢在外面 张画惹草 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为了外面的女人 而放弃家里的一个 所以啊 他们就喜欢拖 能拖一天是一天 能拖一会是一会 如果没有变动的话 他们会拖上一辈子 那你现在 就是在给她一个变动 嗯 答对了 如果没有这个催化机 那她什么时候 能走出第一步呢 她走不出第一步 那她什么时候 能走到我面前呢 哇塞 你也太狠了吧你 我能不狠一点吗 这种时候这种事 我要是不狠一点 她最后哭的那个人就是我 那要是 这件事情不是她老婆发现的 是她自己发现的 那你们不就败漏了吗 哎 我要是没考察过 我敢逼你捡招吗 她每次出行的行李 都是她老婆帮忙收拾的 回来 也是她老婆帮忙整理的 无一例外 所以啊 我早就吃定她了 我可做不到你这样 我没让你做成我这样啊 但是 你必须要有我这个态度 我没让你立刻这么做 但是你可以慢慢学啊 不管在任何时候 该做的 必须都得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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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